台東山雲海岸旁有一塊三角形的巨石 碑南族及阿美族都稱它為風箏石 而且都有神話流傳奉為聖石 原本立的碑被颱風給摧毀了 經過多方努力之後呢 重新立了一座大理石碑 三號上午舉行接碑儀式 並且唱歌為儀式來祈福 這棵平坦巨大的石頭 下方還有一條好似綁過繩子的痕跡 碑南族及阿美族都稱它為風箏石 而且都有神話流傳奉為聖石 原本立的碑被颱風摧毀 經過多方努力之後 最後因為忠義師曾向榮與女兒曾懷芸的捐贈 終於重新立了一座大理石碑 三號上午舉行接派儀式 立了差不多七年半 我的計畫都是八年 當時都是臨時的碑 我說八年我一定要立一個來接碑 用一個它的故事 由來 既然是傳說 一定要把它拿 人家才會知道說 這個就是風箏石 你過去這個人家看到 都不像風箏石 不知道 就這樣下去了 我在慢慢整頓 族人們隆重地敬拜土地與祖林 並唱歌為節派儀式祈福 也不像風箏石 风筝石临近富山沪渔区 因为这棵巨石的平坦 时常成为游客躺卧休息的地点 所以族人们也希望在礼杯之后 游客能跟原住民一样 对这棵巡石怀着尊重的心 记者廖婷娟北南乡报道